约200多名日本国会议员组成的 日华议员肯谈会总会 日前在东京举办年度大会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 以顾问的身份出席这场大会 驻至代表谢长廷受邀出席发表演讲 而这次会议的一大亮点 就是总统蔡英文也受邀和安倍 进行了将近30分钟的视讯对谈 就乌克兰局势和台日关系 等重要议题交换意见 这一次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行为 基本上是动摇了国际的基本原则 那也受到民主国家的谴责 那这种以片面武力的方式改变现状 侵害民主国家的主权的举措 绝对是不能容许在印裁地区发生 深信这是国际社会的共同的认知 也要借此感谢日本持续在各种国际的场合 强调台派和平稳定的重要性 这场市区会谈由日华肯会长众议员股 乌龟司安排促成 这是蔡总统和安倍在今年1月底月 洋电话联系后 总统组二度公布蔡总统和安倍进行的互动 显示以卸任首相的安倍 持续有台并高度关注区务情绪 新闻病毒 相当中市民迅住 弘志 江西市民迅政 国民民事先 当中市民迅政 それが歴史的には初めの 毫回武道 弘志 首先是在疫情的關係 首先是在疫情的關係 開始的合作協助 和新的問題 或是在烹克的侵攻 這是不太多人的工作 所以我們要不斷聯繫 但我們要不斷聯繫 因為我們要不斷聯繫 我們要不斷聯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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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出的決議文共有14項 其中除了通過力挺台灣 加入CPTPP等內容的決議文 還包括日華肯將盡最大努力 與台灣合作 尊重自由、民主、法治的基本價值 以維持國際秩序